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采取应对措施 我们来看报道 12级的大风裹挟巨浪 天兔肆虐福建东部沿海岸前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张州市东山县的宫前村的海底这儿 现在我这儿的风浪已经非常的大 现在从海里面过来的海水 雨水及海沙完全是横着在飞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头 现在大海里面已经是一片惊涛海浪 而且在这个飓风的作用下 巨浪的浪头都已经被吹起了层层的白雾飘向这里 另外在我身后的海底那儿 大家可以看到 时不时会有巨浪翻过这个海底 漫到底内来 天兔也给当地供电系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张州全市共33条电力线路受损 11万余户居民用电受到了影响 受天兔的影响 福建厦门今天上午部分地区暴雨 厦门至张州 厦门至金门 厦门至鼓浪雨等数条海上航线 全部停航 所有海上观光项目也全部停业 由于相关部门已经采取疏散措施 并没有出现大批游客滞留的现象 厦门市中小学幼儿园 今天停课一天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远处的海浪 也在不断地猛烈拍打着我们岸边 最高的时候浪花的高度可以超过两米左右 那么因为是遇到了天文大潮 所以天兔可能会出现一个 狂风巨浪大潮暴雨集中出现的情况 那么6米以上的狂浪 基本会覆盖珠江口的以东的近海岸 随着天兔的步步逼近 广东12个沿海城市的中小学幼儿园 今天也全部停课 深圳机场取消多个航班 广铁停售金明两天 部分高铁列车车票 随着强台风天 铁列车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